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飞匠为你带来的修好灵魂风云赛写的实况对战解说 这场比赛有1P的大圣哥vs2P鸭王来看守方精彩对决 那这场比赛相信大家看选人就看得出来 对吧 1P是一主两问 2P是三次一击 来吧 手法老头子对战安全 哦哟 这老头子开局血量优势 哦哟 好 起上奥一波青生龙 看鸭王怎么做处理 哦 有漂亮的1P躲开2P的反尤小 这波赌命是没赌中 啊 啊 这安吉尔 不会吧 安吉尔的跳C正利则是非常疯狂的 但是老头子好像没有给到2P的正利则的威慑 来看一下反片 这手奥中能无限连 但是可惜打点不是很好啊 打点有点太高了啊 到底战C抢断 或者说想拆头啊 来看下一回合 来看鸭王这边的小猴子啊 搞G的样子 对吧 要G连跳进光 TP只能先防御啊 战略风位以下 对王月躺在地上 你在干什么 大真哥 呃 没看懂啊 这面对猴子这个套路可能不太好用哟 对吧 这两个角色身材都非常的伟岸啊 不被熊腰的 哦呀 好的 漂亮 这边连续的小跳C 这个老头子确实能做的不多 对吧 毕竟在板边 而且面对的是猴子 如果轻易的凹生龙 那基本面对的只能是被缺乏 来看大真哥的比利 啊 运气非常不错啊 但是鸭王运气也非常好 是吧 这猴子加草地谁顶得住啊 很像飞翔角打乱动 但是一匹防得很稳 两匹点下方飞翔小动力则好 一匹下C抢断 不过也好啊 比利打猴子其实不是很虚啊 起码比利压制对手的时候呢 这猴子没有什么太好的方式啊 但是比利被压制的时候反制手段还是比较多的 挑递对策日皮的AD瘦身乱动 直接带走 这也是为什么零二里比利这么强的原因啊 对吧 手比较长 利回呢 比较全面 除了没有波以外 基本是谁都不虚啊 最怕的就是那种中段波角色 好 这种耐落 逆向 迈向迈克斯大蛇 好 家伙这套鼻子也很痛 压房的草地 六臂摸奖好一个波动 直接让对手做波 漂亮 哎 格斗游戏就是如此的 对吧 看到格斗两个字呢 大家心里想的都是近身博弈 所以说一旦有一个波呢 很有可能会左右胜负的局势啊 对的 大条C逆向 好 地这边 七十五十改 有力回真 EP怎么能动 第一时间身上有防御降值好的 原地十足高跳重拳 对此EP的战机抢招 MAX大蛇一丝血 吼吼波动 哇 你能做什么大圣哥 我想不太说来啊 主飞是对手 好 一个战C 可惜没有确认 BC刚才应该是最后的机会了 啊 那家娃不会再给你机会了 连续的援武币骚扰 好 赶近身 一个兴权点回去 哇 刚才那个战C 要确认就帅了 对吧 一套应该能 能翻盘 能反杀啊 但是奈何 哎 可惜 零没硬小啊 几分零比 对吧 这种顶级高手对决呢 机会本来就不多 所以说确认能力呢 就显得尤为重要 对吧 看大圣哥这边的 卡拉克 延迟投降对空 但是VP连跳破掉 喝酒 呦 你在干什么 想喝酒 可以 对手 护甲三背包 鸭王这边的 小头子 还是太难了 来看下一回合 来吧 你不开溜 对吧 这种完成 鸭王这边的猴子 再次登场 啊 这鸭王这猴子 难不成 这头MAX 凤凰斩对过去 大圣哥只剩一丝血 这怎么搞 鸭王运气这么好啊 怎么讲 想下C 想战C 进攻 这个动作 虽然很像下C啊 但是是战C啊 猴子战C 是出了名的 可爱 怎么想 克达克 有你向防得很稳 但是自己一丝血 好的 这手后大跳 想空防一下 或者说 想找一个机会空投 对吧 但是鸭王这边 没有选择连跳进攻 而是选择 牵牵静直钻当 猴子的身材 非常小巧啊 钻当是 没有什么问题 来看大圣哥的挖绳 左方都比较稳健 跳地 一波抢空 就想奠定压制协奏 还是比较难的 对吧 毕竟你面对的是鸭王 跳C 逆下方的很稳 然是清空几点 无论 这手原体持续高 跳C 对色一配的潜 跳C 自己是逆向的攻击 判定竟然拼掉了 八神的跳中拳 这都行 前充 又是钻当啊 只不过钻的是正向的 一批后大跳中 嘴之夜被一批带入 下B下A下C MX凤凰斩 伤害非常高 带走 这个距离 你八神能做什么 对吧 你要是原版的话 你满资源 还可以凹一波隐藏 但是你这 你只能发波呀 对吧 看对手很明显 也在等你发波 跳C 整你则好的 一批后一批 赶紧拉开距离 但是这克里斯 哦 好的落地战C 想断 漂亮 这手确认能力 MX连续滑触 亚王 哇 这手跳C 想空 但是相杀也不亏啊 亚王 又是正逆则 哇 但是为连带之物 距离比较远 好 跳C逆向 但是又没连上 大神哥 还有机会 好的 这手双龙拳对空 对色2P的逆向 落点 但是伤害没跟权 没有跟超杀 这是为什么 剩一丝血 还行 还可以 还可以啊 这克里斯 也没少回血 可以接受 来看亚王 这边的克拉克 嗯 这个战C 好险啊 好 升龙退空 这克里斯 拳脚毫无疑问 是优势啊 但自己的血量 是劣势 也只能被迫进攻 那一旦进攻途中呢 你这个身位 给的太近 很有可能被对手反射 我就知道 这个位置起身强转 没了吗 没有 对手起身 只要升龙拳 漂亮 大神哥起身 还有一招 二针指令头的 赌命招 这招克拉克也有啊 但是看他怎么用 又被想开 BC划铲 二匹能量 闪射回针 漂亮 但是一套带不走 起身又是想转 看起身怎么做 这下一匹没有 感激去赌 但是你不赌 能出来吗 很明显是出不来的 连续的选角风位 要破防 能量闪射 只能出版 二匹也要破防 好 反压制一波 升龙拳向压起身 可惜了 这大神哥的思路 要破防了 对吧 因为刚才 能量闪射之前 自己的血条 边缘已经闪动了 这代表要破防 所以说大神哥 肯定猜 你不敢继续防了 像奥一波 升龙拳 但是 我觉得还是 继续压制比较稳 对吧 毕竟你是个克里斯 对手能做的也不多 只需要去预判一下 对手的能量闪射 就好了 身为不要给的太机性 看一下 哦 有这什么鬼 大神哥要小心啊 IG自己疯狂进攻 疯狂闪灯 但是意义不大 体上欧生龙 反而要破防 连跳进攻 一批只能外写 只能堵一个AB 哇 这个破防时 好像达摩克里斯之剑 垂在一批的头顶 但这边好在 要往这边过度的进攻呢 反而是给 过激进的身位 被一批抢断啊 这个就是 太强进攻了啊 反而是忽略了 自己的防守 对吧 这也是很多残血的玩家 或者说残血的时候 无法翻盘的原因 哎呦 这什么鬼 啊 亚王 这个连招不是一次两次了 看起来 看来这个亚王 对亚典娜不是很熟啊 看起来是的 来 先走一个C头 逮到 听说这个距离 压身波 确实没有什么脾气 罗一片 再逮 再走 麻功亚典娜 来看 大神哥这边的阵源斋 啊 试图对决 嗯 呦 这次连接的波动 骚扰了头子 好像过不太来 难受 胸出于蓝 胜于蓝 怎么想 这亚王就是各种波动 你过台我就吓中鬼 你怎么搞 要破防了 你可以单点赌一下 但是没赌中 大神哥怎么做 下跌 好轰头 哇 这个亚王 这手下C又打过波 直接单点确认 破防直寸的很稳 但是 啊 亚王 你在干什么 亚王你好像并没有睡醒啊 我的评价是 亚王 哎呀 这个真的 难受 来看大神哥的八神 开具原武帝想提个断动 没有提到啊 其实这点血量 对于八神来讲 还不好搞 对吧 如果你血特别多的话 那我狂攻也是直当的 毕竟我的伤害很高 但你只受这一点血的话 看一下八神 你看 果然打点都是比较保守的啊 大条C 好 落地 延迟战C跟对手生龙相杀 可以接受啊 来看一下 往这边最后一个手底这色 猴子 啊 嗯 哦 又好 家伙前充 阳武C确认 大鬼花料岛 起身啊 堵泻风吗 大神哥 你好像并没有考虑清楚啊 好不容易能给 猴子关进版边 哎 这手战C 强断但是BC确认失误了啊 这大神哥看来是比较紧张 压王反压制开始了 跳C 对头破防止很高 连续的有力回身 持续巩固 下针判定 一拼拼向旁的很稳 但是这手 哎呀 阳武C还想摸下 被带走了 直接剃头啊 压王真狠啊 在关注我们下期 怎么再见 拜拜 帅 拜拜 谢谢大家